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得你也为我流来的一天 你放心 我会陪你走 你既然不愿意陪我一起活 我也不会让你同我一起死 就是当时就是特别进入角色的一种状态 在前面换衣服就还没有开始走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红了 就不能说不能谈到剧本的事情 一谈到然后我的眼睛就是红了 然后走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掉眼泪 我就是觉得他为他眼前这个男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爱得那么的用力那么的辛苦 到最后他还是什么都得不到 他爱的人还是不爱他 他从头到尾就爱这么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男人还是不爱他 我就感到非常的难过 挺 OK 很好啊 来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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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棒 不要 太仔细了 好 好 好 也是特别成功 不管是什么机位 就是基本都是一条过 就是因为情绪对了 然后人物就特别进入状态 然后可能就呈现的效果会比较好 我拍完那个戏 然后又自己哭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好 我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街区 就是我穿越到六十年之后 去找到了余茵来 他不认得我了已经 只要我记得他就好 只要我喜欢他就好 我会去重新追他 重新去喜欢他 没有族人 没有其他人 我只是为了于一男儿活着 为了他存在 为了跟他站在一起 这一刻 我只想为你而死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吗 有些人会喜欢 有些人他可能 还会有一些不满足 因为云云琪 在穿越过来之后 我不知道他是谁 而他却知道我和他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他在面对我 那种感觉是怎样的 我不发现 我觉得不论怎样 对于云男和云琪来说 两个人最后能够见到 那都是好的结局 苏三一的时候 其实比较成年人的一种状态 很沉重的 第二步的话 我们想找另外一个风格 就是比较青春活泼 年轻化的一个氛围 跟一个定调 其实我们确定用新年人之后 其实我们就经过 大概半年的去看 去细选 去讲 跟剧本里面配合 然后我们觉得 有潜力的一些 我们可以说小朋友 要开始很担心 然后都后来 慢慢慢慢细 快拍完 就是这个进步是很大 空间是很大的 我敢保证 我们戏里面的小鲜肉 是最会演戏的小鲜肉 跟小鲜花 这个我绝对给人保险 其实你们有发现的是 他们四个人都是 有一个固定的 背负在他们身上 第一步的时候 人物是有选择的 对自己的命运 是有可以选择的 但是其实离开二的时候 他们四个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背景 跟身份 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他们将来的一个路向 所谓守护的意义 便是用牺牲 去换取更多人的安宁 修阴阳生生不息 清仓虚 代代相传 四个年轻人 在这种环境底下 你怎么去突破自己的命运 这是我人物限定的一个主题 我希望大家观众看完 《树山剑记》二 《他火行歌》之后 有两点可以注意到的 第一就是 我们的小演员 小鲜肉小鲜花 很会演戏 因为现在都说 小鲜肉小鲜花不演戏 就卖脸 刷脸 刷流量 但是我很肯定一句就是 我们的小演员表演非常好 希望大家看戏的时候 注意他们的表演 第二 我希望年轻人 年轻的观众 看完我们这个戏之后 我们的戏里面的一些内容 跟一些 几个人物的一些 人生 人生卷阶 能给观众 尤其是年轻人 带来一些起伏 起伏 跟一些对人生 对生命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看完 能有所共鸣 谢谢 欢迎讯 ре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